睡眠電視與您心心相細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救護眾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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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拿過去法師繞一繞 各位身體拍一拍好不好 這個拍不是打是說 我對你很好啊 怎樣啊 因為你心臟太痛了 你要對他好一點啊 因为你欠他的 然后腰痛 我对你好一点 我帮你放声做功德 你对他好他会不会对你好 那有一点 因为我们等一下马上要放声 那各位 又做甘露私食又做焉共 对众生很好很好 但是呢 你欠他的你却忘了 所以今天要记住 我们欠他的这些 冤亲在主 我一样平等的要对你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 放声是因为那些鱼 我刚刚十二点多经过 他们就来了 赶快给他救好不好 但是我想 救这些这么小的鱼 最主要是希望各位 爱上他好不好 不要光爱上男人 爱上小孩 要爱上小鱼 爱上小蚂蚁好不好 今天要放的鱼 有十万尾 十万尾 总共八十一条半 念一下随喜功德 那今天 做的功德 一百兆倍 因为今天是 观音菩萨的加持 还有佛陀的加持 念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愿 愿所有余 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同享功德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来做这么大的放生 的功德 要慈悲 不要光给自己 因为所有众生 之所以会痛苦 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一个我 这个想法在 所以他就会认为 我爱我恨 所以他就会世间轮回 所以我们念这个 阿弥陀佛往生奏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加持 就会把众生 包括我们的这个我 消除掉 那你就能够放下 能够放下就不会痛苦了 然后往生者能够放下 就能够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 因为他抓了这个世间不放 所以轮回 因为他能够放下 他就可以内心快乐 因为他能够放下 他就可以超度 所以念往生奏 功德很大 可以消业障 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咒语 各位你也要观想 我们的祖先 通通也得到超度 然后堕胎胎儿 这些海里面死的 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超度 要这样想 现在我们要带着他们最重要的 龟一三宝 一个人如果生命没有方向 生命就很痛苦 一个人如果在黑暗里面 他就会跌倒撞到墙 同样的 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佛法 他就不了解如何离苦得乐 他来这个人间 他甚至苦的想要自杀 所以我们龟一三宝佛 是一个圆满的智慧慈悲 那佛告诉我们这个法 就是一个离苦得乐的道路方法 那生且 他就是按照佛法出家 乃是在家在帮助众生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跟所有众生都龟一三宝 那龟一三宝也不是仪式说我龟一了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要想一下 佛陀怎么说的 佛陀教我们要放生不要杀身 佛陀教我们要慈悲不要生气 佛陀教我们要减低欲望 而不要一直满足欲望 这样你生命才会快乐 还没有去放生 后面来了赶快去拿一袋鱼放生 因为佛经说就算一个人要下地狱 只要他放七只鱼七只生命 那个人就不用下地狱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放生 莲花生大师也说 你这一辈子只要救十八只生命放生 你这一辈子很多杀业就消除掉 所以因为我们听闻佛法了 归一三宝了 我们才知道改变命运的方法 特别现在很多人生病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找医生 这个观念不见得正确 要赶快找佛法 因为佛法告诉我们生病 是因为我们造恶业 所以你好好忏悔拜八十八佛 再来呢超度冤亲在主 各位明天后天有法会要写排位 你心脏不好 那你要写说造成心脏不好的冤亲在主 你给他忏悔给他超度 你就发现你心脏比较舒服了 开刀也不会危险开刀就会顺利了 所以地藏经说 如果一个人就算他快要死了 这个人有人跟他讲了一个三宝的名字 讲一个阿弥陀佛 讲一个地藏菩萨 另一句经典 他就不会堕落地狱鬼道出身道 所以归一三宝力量很大 佛经上面也有说啦 天上的神福报完了 要下地狱了 要去投胎做畜生了 他只要来得及归一三宝 他不但不会堕落做畜生 他马上可以升更高的天 现在我们要很慈悲 想着所有的人类都归一三宝 所有的动物都归一三宝 我们用慈悲心来归一三宝 那对自己用什么心呢 对自己用菩提心 就是说 我一定要像阿弥陀佛一样成佛 但是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归一三宝 也就是说 对所有生命有慈悲心 对自己呢 要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这样来归一三宝 生起慈悲心 想着最深的地狱 最高的天 乃至所有的包括一只小蚂蚁 愿他们都归一三宝 虽然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心的力量是无限的 各位记住这个 虽然没有麦克风后面听不见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很远很远 只要你有真正的悲心 愿他们都归一三宝 现在还有一部渔车没人放 有吃过鱼了赶快去放 救他们的命就是救你的命赶快 后面的人再去把那部渔车也放了 好 来大家一起念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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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深的地域都听得见 当他一听见以后 他就超度了 我们用悲心来念 虽然我们现在人在印尼亚加达 各位要想了整个地球好不好 整个法界天道地域都听得见 我们要带他们归三宝 让他们脱离痛苦 希望大家 经常如此 住在你家窗户打开 喊大声一点好不好 喊到警察来 哎哟 你好慈悲啊 慈悲不能放在家里面放在心里面 慈悲 哟 像一个最勇敢的人 每一个佛都喉咙快喊破了 赶快回到净土来啊 赶快回到净土来 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喊到喉咙破了 他就不希望我们一直在受苦一直在轮回啊 阿弥陀佛说 你只要喊一声也好 至少十声也好 他一定把你带脱离苦海 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 学佛要喊大一声念佛 其他不要骂人 骂人没声音 只有念佛 只有讲佛法要如此 现在要为他们取法号 今天给所有众生的法号是什么 念一下佛心 愿他们都找到佛的心 菩提心 找到自己的心 我们现在的心不在自己心上 我们现在的心在老公身上 在儿子身上 在钱身上 所以你心会很乱 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你用佛的心去教育你儿子 儿子就会好 你光用妈妈的心 洗洗念 洗洗念 没好 了解吗 你要用佛的心来爱儿子 来跟他讲话 才可以 你整个佛教的教育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 他回到自己的心 叫佛心 叫菩提心 用菩提心 来吃饭 用菩提心 来穿衣服 就算生病的时候 也用菩提心 为什么 用菩提心自己不会痛 因为你自己生病的时候 只想到别人比我更生病 我要希望他们都不要生病 愿我能够承担 别人的病 不要让对方生病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 用佛的心 来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说 我叫佛心 你要用佛的心 来做每一件事情 用佛的慈悲心 来对待所有众生 这是最聪明的 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你叫什么名字 佛心 这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在念佛 诵经 持大悲咒 就是要保持佛心 你保持佛心 你就超度了 你保持佛心 哎呀癌症没有关系 马上就会好的 你保持佛心 死了没关系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就不会烦恼了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工人 用佛心对待他 薪水每个月加一条 那才叫佛心 不能什么叫佛心 所以各位今天吃晚餐 不能吃肉 吃肉就不叫佛心 叫畜生的心 禽兽的心 所以用佛心 一定会吃素的 吃水果的 因为不愿意伤害他 所以要里外如一 你的名字叫佛心 你是佛教徒嘛 所以你要有佛的心慈悲心 这才是正确的 佛陀要跟我们说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的来源 就是我们没有智慧 就是误会的意思 明明他不是花 你硬要说他是花 这什么意思呢 他的名字虽然是花 但是他会变的 会不会变 再过几天就丢到垃圾桶了 所以这个叫有智慧 你只是两三天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他会坏的 但是如果你去爱一个男人说老公 请不吝点赞